字幕志愿者 刘潇洛雅 字幕志愿者 刘潇洛雅 好!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您 再次收看 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我们今天再来 久为的看一下我们的 三国志战略版 那不得不说养生了一个赛季 讲真的养到之后真的有点 有点没意思 那希望下个赛季可以好玩一点 不然冷月到之后真的玩到 讲真的 那个太 太该怎么讲 太猛烈的话呢 打起来很痛苦 但太佛系讲真的玩起来也不知道在玩啥 就讲真的真的超级没有意思的 那希望下个赛季可以 有点有趣但是不要太过火 我很怕到过火到受不了 我看我们用几个 2468 来我们就直接先把大电冲18等吧 因为讲真的最近都超仰干 所以冷月没什么再特别开 就每日上来把该布的布局布一布 然后该 该点的东西点一点这样而已 有差那么多 凉石应该是够的啦 石头应该也够吧 怕的是钢铁不够啊 900多万 凉石跟钢铁不够 再来一个 OK刚好凑够 来吧 就让他到17等了 那没错 准备要开始我们的第二赛季啦 在11月21号就准备结束第一赛季了 所以现在也开始在轮洛阳啦 就让大家都轮一次 那除了我们的赛季即将轮替之外呢 我们的赛季奖励 周瑜以及我们的 骑兵最强输出武将关羽也登场了 那讲真的啦 听说郭家有出现过了 但我自己好像 因为玩的太佛系了 所以完全没注意到他的存在啊 但我知道他是在第四期武将出来的啊 那讲真的 关羽跟郭家算是 骑兵一个蛮强的存在啊 我比较老实讲 算骑兵一个蛮强的存在 所以讲真的 在你如果是有办法 有能力克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 把关羽拿满是很重要的 然后郭家其实也可以拿满 这两支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那我们就 因为刚好 大家看到吗 冷月其实有两万元宝 我们就来抽个20抽的关羽吧 看有没有机会 在20抽就歪出来啊 如果可以歪出来呢 没有错 冷月就 恭喜啊 歪不出来 叫做合理啊 来吧我们第一个十抽啊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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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嘿 冷月最近已经佛系都不知道在干嘛 每天都只负责助手啊 偶尔偶尔根根团拿在负责助手 哎呀不见了 好吧算了我们继续 来再来啊再来 第一个十抽没有 我们再第二个十抽希望来个关羽啊 妈来一下吧来一下来一下 OK要出了吗 哎呦我来一排啊 五十三十十五五十 一百四十五个碎片加一百总计两百四十十五啊 加上二十抽的那个三十个关羽啊 我们的距离我们关羽距离我们很近啊 两百七十五啊 那也就止步于此了两百七十五就结束了 哦关羽可以再可以再一抽啊可以再一抽啊 可以再来一抽我们就再来个一抽啊 我们就再来个一抽啊 我有三十碎片不错不错不错 好那讲真的啊无课维克要玩到这个 比较贵的要特殊召唤的角色会比较 没那么容易就是你如果是无课维克的话 因为讲真的他就是必须要比你的吉他角色花的更多啊 你看像我们的陆讯啊或者是那个 赵云基本上最后都进普池了 陆讯赵云黄忠这些 基本上最后都进普池了 但你说像是我们的刘备啊啊 然后那个什么 刘...不刘备跟那个... 那个谁啊 孙权 那些要花特定抽的 曹操这些要花特定抽的 基本上就 完全没有办法 来... 让我们可以快速取得 好我们来看一下关羽吧 究竟为什么关羽这么强势呢 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他的技能组吧 差150岁 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吗 好吧没有 来我们来看一下关羽啊 首先...青龙怒 对目标造成98%加兵法加成的技能伤害 而且提升部队50%的暴击 持续一秒钟 好...首先他的倍率不是到特别高 就他的技能倍率不是到特别高 最高到196而已 但是可以提升100%的暴击 这就非常恐怖了 你的100%的暴击 基本上你刀刀爆 那砍下去的伤害非常之可观 再来我们的千里走单旗啊 千里单旗 部队为骑兵时 提升士兵攻击力13.7与移速3% 那这个部分听说有暗改啊 关羽原本没这么强势 但后来好像因为关羽的名号太过于响亮了 官方觉得不太优 所以就暗制把他的技能又改掉了 那讲真的啦 冷月很堵然这个事情啊 跟当初狼族一样 在你把新的巨兽买下来之后 暗改你巨兽的内容 然后再过一阵子之后 他又要再推一波新的巨兽 再暗改你巨兽的技能 我只觉得说这个样子真的很不行 这种暗改真的是... 超级扯 我只能这样讲 好但是暗改之后呢 这个是改强啊 所以没办法说什么 他的士兵提升的攻击率瞬间变高很多 这个提高13.7%的攻击 再配上前面的暴击率 只能说关羽真的是 也是有够强啊 再来你如果五星的话呢 当你的血量低于50%25%的时候 会有高达600多%的609%的护盾 我只能说这609%的护盾喔 真的是扯到爆炸 让关羽不仅在输出上有不俗的表现 在续航能力上也非常的强势 再来普攻有30%几率 对目标造成额外77%的普攻伤害 另外有5%几率 对普攻目标造成额外116%的普攻伤害 首先你暴击已经吃满了 再加上这额外的追加伤害 让关羽在平A方面 有非常强大的输出能力 再加上我们最后一个第四的技能 真的让关羽的普攻变得非常的强势 而其中练满他额外的普攻伤害 分别又达到154%跟231% 讲真的 这基本上快等于一个 青龙怒的基础伤害倍率了 不加兵法加成 但他基本上赢快等于一个基础的伤害倍率了 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伤害 再来进攻城池时提升部队的普攻14.5% 14.5%非常之高 刚才13.7%的攻击 就让我们折折撑奇了 现在14.5%更是扯到一个极致 然后部队受到普攻伤害时有30%机会 会降低攻击目标 就是我们攻击 我们攻击的目标的反击伤害 23.9% 持续2秒 每3秒最多触发一次 所以基本上是有机会无限combo的 只要你运气够好的话 那升到满级有29.1%的普攻伤害提升 所以我只能说关羽这个角色 首先 他的暴击率大招一开100%的暴击出现 再来 13.7%你提升到最满是多少 27.3% 将近30%的攻击力提升 这真的有点扯啊 非常扯真的 然后听说暗改的部分 我不确定到底是暗改到了 骑兵的数值还是暗改到我们 技能的数值啊 因为冷月实在忘记当初关羽是什么样了 可能要早早之前的影片看看有没有 那反正我只能说关羽现在这个倍率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改 就算有改没改都没差 因为他整体的一个数值真的非常恐怖 你到将近30%的攻击力提升 我们随便看一只角色 一样骑兵好了 我们看顺测 顺测是纯粹提升普攻伤害 而关羽是提升攻击力 差在哪里 普攻伤害仅限于你普攻的输出 但攻击力是所有攻击的一个基础值 他是会受到各种增幅而提升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 也是我们最常在说的 提升所谓的基值 以及提升 特定数值的一个差别这样子 那像是我们很强力的马超啊 他到极限升到顶 才5% 普攻12.3% 我们不管 我们用累加的好了 用累加的 累加起来也不过就将近20%而已 所以这差异很大 再随便看一只角色 来看克金角好了 我们看一下 一样输出很高的周瑜 周瑜这不能 周瑜这不能比 周瑜是伤害系数不一样 来看他们提升数值的 好 孙权也是一样要特殊召唤的 他的攻击力也不过就提升个13% 啊当然啦 那重点在于提升能量 所以攻击力提升少一点我觉得合理 那我们再随便看一只 诶我看一下还有谁 来个盾兵哈 刘备好像提升生命值我记得 好刘备不能比刘备提升生命值 曹操 也是一样特殊克金角 也是提升生命值 好没关系我们再找一只 我就不信找不到啊 来啦也是一样很逆天的诸葛亮好了 啊这个没得比 这没得比 这个一样很恐怖啊 只是他倍率相对来说 没那么高平衡的一点 但提升全部伤害的概念 跟提升 攻击力 是一样几乎快接近一样的概念 这样子 看一下哈 好这个赤马鱼全部增伤了 好反正讲白了 你以提 呂布还是呂布 想到了 好吧 呂布也没有那个基础值的提升 那优似可见 关羽的这个基础值提升 是多么的稀有啊 那我只能说真的 你是提升基值 或提升特定伤害 是有差别的 那关羽讲真的啊 就目前大方向的一个趋势来看 基本上几乎人人都推啊 可以说是一只必拿的角色啊 甚至可以说是那个什么 我们 呂布的一个上位版本啊 我看一下哪一只对近哈 都不近 那该照回了 好我们来照回一下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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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回来这里 那由此可知 基本上啦 关羽作为一个第一赛季最后的结尾 个人建议 只要你有能力的话 不妨就抽一只起来吧 那 要跟课长比拼 那自然星数要高 不比拼的话 我建议至少也开个五星啊 因为讲真的你都要抽这一只 那你单纯抽到三星把技能全开 其实意义不太大 那我只能说你如果要把他练好练满的话 除了拼命抽之外呢 利用称王称霸的这个宝箱啊 最高级变的宝箱啊 诶还没出吗 他们不是有第四起宝箱吗 还是什么东西的宝箱我看一下 风云祭祀呢 也不是 诶 这一起还没出第四起的宝箱啊 那这周宇啊 这关羽啊 诶原来还没出第四起的宝箱啊 好吧 那反正我们之后可以多多利用第四起的宝箱来 获取我们关羽的碎片啊 那当然因为要和服了 也不确定后续会不会继续拿到 所以只能说 嗯 听天由命吧 好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呢 主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关羽啊 关二哥 只能说作为一个第四起最后出现的角色 他的强度真的是毋庸置疑的 那郭佳冷月真的是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结束啊 也可能还没出啊 因为冷月最近玩的真的太佛系了 但我只能说郭佳目前也算是平价 非常不错的一支角色 那我们等到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郭佳这个角色吧 好 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 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透透个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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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